這是商店錄影 因為學校要做些紀錄 然後我們的學習成果 好 現在我們先講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材料的部分 材料的部分呢 事實上我們會希望大家可以 用我們田裡面的東西來進行堆肥 所以像之前在過激做清除的時候 除草的時候 那其實都是很好的堆肥的時間 為什麼 那麼希望我們覺得 農耕種植到後來是 田裡面的營養可以自己循環 當你的田裡面的營養可以自己循環的時候 表示什麼 表示你的生態 你的營養是有趣的 而不是說你的營養會斷掉 而你的田裡面的種植是 不會回到田裡面來 所以這個會很重要 那像我們在做這邊的推肥的時候呢 其實有幾個東西需要記得 第一個就是我們需要的 土在幹嘛 什麼土 可以養子 我們這邊用的土呢 是屬於比較偏有機質的土 因為山土的黏質性太高 太強 所以你整個東西去的時候它會營養 那我們今天做的這個 這個麻袋堆肥 它是屬於一種耗氧性的堆肥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的這個 整個包在一起 它不能透氣的時候 它整個會營住 營住的時候 那就變成氧發酵 氧發酵 它的味道就變得很臭 好 那臭的原因主要是 因為蛋白質那一類的部分 而造成了一些結果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後面 剛剛等一下講的 資材的選擇部分也很重要 好 那這個第一部分 我們需要比較屬於那個 這種那個那個 氣味器比較多的 這種的那個泥炭土 這類的 那今天我們用的是泥炭土為主 然後跟那大戰氣味 那大戰氣味裡面來講 因為含有一些菌種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堆肥 比較快順利的完成 那但是因為大戰氣味裡面 它本身的肥力並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藉由堆肥的方法 能夠讓我們這個養肥可以再增加一些 那其二 我們今天要做的資材有哪些 今天這才我們跟同學木肥的什麼 木肥 這類比較多 那為什麼要木肥肥 這類的 來看一下大家的 欸 好很好 欸 來 首先我們看到同學帶來的東西 欸 這裡有我們的那個什麼 那個 欸 戒那個 戒藍的那個 那個 戒藍的皮 好不好 很好啊 你要知道這些瓜果皮 甚至我們借藍菜的皮 通常還有比較多的什麼 大家知道嗎 欸 誰講的 好厲害喔 欸沒有錯 有上課 對 還有假 欸 假對於我們植物的什麼好處 對 筋變粗 對 沒錯 我剛剛講啊 筋變粗 他的假 那我的老師以前告訴我們一個口 比較好記 假就是什麼 虧假 對 讓他的筋變粗 皮變得比較強壯 這時候蟲害會怎麼樣 減少 因為他的強壯度增加 所以瓜果皮 甚至是這些經過的皮都很好 他拿來做我們的堆肥都很好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有時候我們拿雜草來做堆肥的時候 雖然他們養分多 可是我們做這個麻辣堆肥的時間 大概只有多久 三個月的時間 夏季科能夠短 在裡面一個半月直接就做完了 但是你的切紋如果太粗的時候 它分解的掉嗎 分解不掉 分解不掉 你把它混在我們的土壤裡面 有時候呢 在種植上面會比較不好用 所以我們通常會選擇 比較快分解的 然後他們的熟成的時間都差不多的來製作 那至於像雜草的話 我們就把它丟到我們的什麼 自然特別去 給它比較長的時間 可以慢慢的分解 那麼明白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這邊有柑橘皮有沒有 柑橘皮基本上而言 可不可以拿來堆肥 也可以 但是量通常不建議太多 因為柑橘皮如果說 它在比較那個分解的過程之中 就會產生白霉菌 青霉菌 這類的 那如果說青霉菌的話呢 它的毒性比較強 對於其他的微生物 會比較有磁質的效果 但是大家有沒有注意過 如果說我們的那個 柑橘皮有沒有 它如果說是埋在土壤裡面 基本上也 就算它產生凝聚 它也不會太久 一段時間就會被取代掉 那但是就量不要過多就好了 你不要說整袋全都用柑橘皮 那如果說你是整袋的柑橘皮 別人會建議你把它用比較大的一個方式 去做一個形式 或者說大家可以實驗看看 如果說你整袋的柑橘皮 你把它埋在比較大的空間裡面去的話 它也是可以分解很好 所以大自然沒有分解不掉的東西 只要它是生命有的利物的話 都可以被分解 那就是說適不適合我們 在這短期間之內 可以做到適合我們使用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好 那還有一些實在要求什麼東西 這個是蘋果皮 蘋果皮比較危險 有辣 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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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大家都說對了 欸 蘋果皮的辣從哪裡來 是 是 原本的蘋果有沒有 它其實只有裹辣 但是它裹辣不厚 一點點而已 有保護的效果在 但是進口的水果來講的話 它為了要能夠增加它賣相 避免那個保存跟脫水的問題 所以它們會再噴漲成那個蠟 而且呢 在經過海關的時候 它們會使用消化物 來進行一個 蟲卵等等的一個 蜘蛛 消滅 那所以呢 進口的水果裡面來講的話 有時候一些非自然的物質 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做了不對的時間 有三個月的時間 很多的東西要其實會被分解掉 不用太過擔心 但是我在做的時候 我會建議 我們的這個 像進口的水果的比例 你要低 不要高 那畢竟我們這邊做的東西 你不曉得它的分解的狀況 照理怎麼樣 所以看到它的渣分解 其實有一些東西會留在圖裡面 大家了解齁 好 OK 那接著呢 同學這一邊 我們講的一個問題是 玉米可 可不可以 玉米可 可以啊 它也可以分解啊 但是它分解時間要多久 比較慢 那這時候呢 同學做了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切起來比較小的段落 它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玉米呢 它的纖維粗 是主要在外面的這一層而已 只要這邊能夠分解掉就可以 那這裡來講 如果說你們有那個 錘子或等等 你也可以把它錘 錘大一點點 對 錘大一點點 但是你沒有那麼好錘啊 噴它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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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分解會快一些 好 很好錘 沒關係 來 這個葉子有沒有 其實葉子分解的速度還蠻快的 那 你們如果說 自己種的玉米可以生吃 自己種的玉米 自己種的玉米生吃其實都蠻好吃的 那 甚至呢 你們玉米的葉子的葉梗有沒有 就是餅的地方 那你們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你們 採下來 可以試試看 它的味道基本上也都蠻甜的 那玉米葉比較沒有在泡水喝 我們是玉米蓄泡水喝 玉米蓄泡水喝的話呢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的那個代謝 那個 坊間是有說玉米蓄泡水可以抑尿 嗯 有這個功能在 嗯 好 紅蘿蜂皮 非常好 因為是草莓的 對 草莓的蒂頭 喔 跟紅蘿蜜 草莓 草莓 草莓就有點歹歹歹了 因為 因為 有機的草莓比較不會有事 如果不是有機的草莓的話 通常蒂頭的地方是農藥比較多的地方 好 這樣了解齁 嘿 然後 紅蘿蜜的話呢 它裡面有很多的那個營養的成分 那那個 在分解完回來之後呢 它主要是胖木質類的東西比較多 好 那其實對於我們土壤中 對於我們春夏季瓜果類的營養需求 其實都很有幫助 來 那這接下來這一代 這代同學的也是以水果類為主 水果裡面呢 基本上還要擠了很重要的東西 可是要講一下 水果類的東西 要注意一個 這個是酪梨的那個 心吧 這顆 這顆 這顆不是不行 這顆切碎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嗎 酪梨裡面的心 酪梨的心裡面的這一顆有沒有 它的肉還可以吃 有沒有聽過 對 只是吃的人很少 也不見得每個都愛吃 我自己也還沒吃過 對 那裡面這顆也還可以吃 我之前才剛好看到這個訊息 那 酪梨裡面基本上脂肪含量比較高 營養成分很高 所以你只要把它敲 敲捲敲碎 它就可以分解 如果說你不把它敲碎的話 在裡面基本上它就不用分解 種子類的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你要拿去種可以 可是酪梨齁 酪梨在種的時候呢 它需要 怎麼講 環境它土要夠深 在我們這邊可能講不適合 如果說你今天你要種植在盆子裡面的話 盆子大概要40到50公分深 來種植它會比較下當一些 所以就是每天要換盆子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 那個 水果的部份 讓人家注意一件事情 比如說有些同學在那個吃完木瓜之後 就會把木瓜籽的皮拿來 那時候你做完堆肥之後 就會看到裡面長好的小木瓜 你有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有 對 那怎麼辦 來 這邊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 那這時候就賺到一堆木瓜鳥了 很好 然後去種很多木瓜 來 這是一個開心的選擇 第二個選擇呢 第二選擇是 把它們再用鏟子攪一攪 再放在土裡面去 再堆兩個禮拜 這時候你會多種子出來這個秒的營養 所以如果說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種子你如果不去除 你讓它發芽 可不可以 可以 這時候你就是 再延長時間再多做一次 這樣你們了解 好 那這邊還有很多的好東西 好東西 像這邊 有香蕉皮 然後還有這個是那個木瓜皮 剛剛講木瓜出現了 香蕉皮 木瓜皮裡面都還有什麼 甲 甲 這個酵素活性最高 酵素是什麼大師 知道嗎 什麼是酵素 很好笑的 一笑就是酵素 不是 酵素基本上 都存在於各個細胞裡面 它是我們在進食 在分解大分子時候 所需要的一種 活性的物質 那種活性物質 通常也是以蛋白質為基礎 所以它也有人把酵素稱之為活性 分蛋白 但它不完全是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個酵素有什麼好處 我們吃了大分子進來 酵素一出來 就會把大分子變成小分子 方便於我們的吸收 那酵素它也可以幫助去做一些 那個化學方面的解毒 所以在肝臟裡面很多酵素 可以去做一些那個 有毒東西的分解 那因此 當我們人體裡面的酵素 不夠 不足 減少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 缺少生命力 癢癢癢 我們的活力就不夠 那有些酵素 我們可以自行製造 有些酵素 我們需要怎麼樣 外面的補充 補充這個酵素 有需要的這些營養的養分 我們就可以才能夠 把這個酵素把它做出來 這樣能明白 所以酵素來講的話呢 通常也是比較適合使用 那個液體的方式去製作 製作了那個酵素的活性 比較強的時間 就是那個做出來的時間 大概是兩週以內 那你這些保存時間 在那個三個月到六個月來講 就是比較適當的一個營養期 讓越減少 然後酵素的活性是越低 那會越來端心情 感覺到酸 酸是什麼 已經醋了 變成醋 所以很多人對於醋跟酵素 這兩種東西 沒有很清楚 醋是糖類發酵分解 變成的醋酸 那酵素是它有活性的那個部分的成分 所以有活性的部分的成分 你放越久 它的活性就越低 他們清楚了解 好 所以這邊的東西其實都很好 這邊還有這邊是什麼 蘿蔔米 蘿蔔米很不錯 還有沒有吃完的荷蠻 這荷蠻也OK 但是到時候會有荷蠻種子 發芽的原因 那到時候就記得 如果有遇到發芽的話 你們看你們要怎麼選擇 你要把它拿出來送 還是要把它在那裡進去 切一切 再把它變成養分的一部分 這些都可以 那 所以基本上而言 我們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們追求的目的是什麼 誒?製造養分 還有沒有 基本上差不多啦,我的意思就是創造有養分的土壤 所以不要以為堆肥是額外再去疊的營養,其實不是 只是我們把這個有養分的東西變成土壤的一部分 這把比較肥的土壤用到我們的土壤裡面去 讓我們的養分可以得到平衡,讓養分可以得到平衡 讓你們了解這個概念 因此呢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叫做好養堆肥 好養堆肥呢,它其實就是模仿我們自然界中的森林區域 大家知道嗎?森林區域的養分多?多 那它有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落葉不斷的往下飛機 然後微生物去幫它吃它分解 在這個通病度量好的情緒之下,讓這邊的養分在那邊不斷的產生 所以它的有機質質很多,很適合什麼? 一些植物,鳥群的一些生長 也適合提供的養分的補充 是,這邊要記得喔 我們今天用花火皮來做的,這邊的養分是什麼東西叫做? 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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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可以找好 如果今天用的是菜葉 像比如說這邊的這個花 花裡面含什麼東西比較多? 花跟嫩芽有沒有? 它裡面其實含的那個靈質會稍微比較高一些 所以今天有時候的同學我們都要做的這個肥 我們預計一個半月左右成熟 一個半月左右成熟,因為這個天氣比較熱的 到兩個月左右成熟 成熟的時間,剛好我們的瓜果怎麼樣? 長大準備開花結果了 可是我們如果希望能夠 肥可以用得上的話 那麼我們需要哪些養分給它? 在瓜果期 零植一定要 還有誰? 假也要 剛剛講的 今天的水果裡面很多了對不對? 那零植哪邊有? 剛剛講的第一個 花跟嫩芽裡面有這個零植 為什麼? 那本身長嫩芽零植的功能就是用來做為分化生長 好 可是我們的花才是一些些 對不對? 真的都不夠啊 過程車會自作堆肥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我們還有沒有什麼地方有名呢? 哪邊? 那邊有開花 那邊有開花 看好了 我看到那邊有花了 那畢竟你要大量的花 已經那麼的多了 那 我們現在來不及 對,來不及 我家有一些 我家有很多花 我家有很多花都卸掉了 真的喔 好 可是喔 那裡面的零植來講的話呢 如果說我們家做一段堆肥 你要做那麼多的花 無法免得好收集 除非你家裡面有大型的樹木落花 那我們這邊呢 現場還有一個東西 裡面的零植還沒有也很高 這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來做零植的原因 再看 什麼東西裡面還有比較豐富的零植 請看看 來,同學看到漸植我們的那個什麼 我們的 落葉 對,落葉那個打塔堆肥區 自然堆肥區 自然堆肥裡面呢 原則上人養那個菌類很多 但是呢 裡面的各種養分都有 但是裡面的微生物太多 一些雜的蟲也比較多 所以通常我們在使用上的時候 我們只會用它最下面沉降下來的那些分解的圖 不會使用表層上面的 那邊通常也要經過到半年一年以上 我們才會去使用它 所以呢 那個部分 我們原則上人不去動它 那還有沒有其他地方 大家猜猜看 什麼地方的零會比較多 哪裡還有零? 唉唷 哪個水鈴 來 來 基本上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的零值會比較高一些 因為水生植物的分化生長速度非常快 而且零值很多會沉降在我們的水邊 那個土壤的那個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我們的濕土盆 其實有大部分也是在做這個濕地河岸邊的這個 那個學習也有助於我們的營養的循環 所以零值在那邊來講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循環 而且我們裡面又有魚又有等等 所以零值透過微生物透過植物 它們之間相互的這個營養的一個轉換 最後我們要把它做成這個裡面 那這邊的零分就回來了 這樣有沒有明白 所以這邊是一個生態的一個設計 那但是之前上學前面時間講了 這學期比較時間我們就可以來告訴大家 那因此我們那邊有兩種藻類 一個是布袋眼 另外一個呢是虎尾藻 那虎尾藻原則上的鹽它很會慢生 那你們可以把虎尾藻比較老的舊段有沒有 把它剪下來 然後弄碎一點點 然後把它做到我們的這個對背裡面來 那麼就可以增加我們的零值 那正好呢 零值跟甲值通常也是在一袋裡面 然後那個這個 葉菜類的有沒有 就是蛋值含量比較高的 在一袋 因為你通常的鹽高蛋 你就會怎麼樣 那個零甲會跟它有一個 那個結抗性 那你偷鋁甲的話呢 那這些蛋就比較明顯 因此同學在做的時候 我們今天做的 如果說我們是以瓜果皮跟水草為主的話 就是 什麼 剛剛做的就是以什麼 養貢為主 以養貢為主 以養貢為主 那如果說今天以葉子為主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 蛋值 那蛋值除了葉子之外呢 還有什麼東西 也有很多的蛋值 平常我們在吃的那個什麼 豆渣 豆漿的豆渣裡面 也還要加上這個蛋值 那另外呢 像咖啡渣裡面的蛋值 含量也高 但是咖啡渣它不只有蛋值 它還有一些的 可以夾在裡面 那 我們今天有準備一些咖啡渣 那咖啡渣在我們的這個裡面來做的話呢 因為我們今天有這些 對 那這個是 鳳達老師帶來咖啡渣 咖啡渣 咖啡渣 同學 應該都還蠻融黨的白色 你覺得 是的 對 因為要乾的嗎 對 對 一定要乾的 對 你去 你去那個拿那個咖啡店 的話 都是他們已經煮過的乾杯的 那以前有同學問過 如果說我已經有撒新鮮的來做好不好 有些家裡的咖啡粉放過期了 不敢喝 拿它來做好不好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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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掉了 來 這邊喔 兩個情況 你這邊要來 如果說你放太久了 的這種咖啡渣 這有一個疑慮在 就是怕有那個這個褶 那個 毒素 對 那因為我們一般言 米類的東西 它的那個 菌類 就叫黃渠 咖啡渣的摺渠 摺渠的毒素 它的毒性比較強 那便就是說它不能夠使用 而它的時間要比較長一些 那個毒性衰減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過期了咖啡渣的話 做的時間可能就要拉比較遠 比較久 比較長 那這種煮過的咖啡渣 它比較不會有那樣子的問題 那我們來做的話 大概是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下次 我們如果說有那個 比較多的咖啡渣 我們再來叫大家做咖啡渣 單純的咖啡渣 因為咖啡渣裡面 除了油脂的東西 剛剛講了 它含有蛋脂有沒有 它有少量的零脂 以及一點點的價值 那另外呢它還有什麼東西 它還有油脂 它還有油 所以它在做的時候呢 需要一些其他的東西去幫忙 那它跟解釋會比較好 那今天我們如果說 做這樣堆肥的時候 那其實它我們不會作為多數 只是少量的使用而已 只是少一點點給 就不用給太多 可是咖啡渣裡面 直接有什麼樣面 可以 來 咖啡渣裡面有什麼 咖啡渣裡面其實還有一個很糟的東西 叫咖啡渣 咖啡渣你們知道咖啡渣最早 咖啡渣為什麼會有植物 那個咖啡渣為什麼會有咖啡渣 就是很醜的問題 咖啡渣就是有咖啡渣 咖啡渣被設計最早的原因 其實跟蝸牛有關 因為咖啡樹 他們喜歡生長的地方 在山路 那些比較有水氣 有濕度的地方 它喜歡有點 那個要比較 對 要有濕濕的冷冷的這樣的環境 它要有陽光 所以呢 像在那個什麼 那個 我們台灣種咖啡 哪邊種的最多最好 五顆 對 那邊就是 這樣有多餘物的位子 那這種地方 我們有學過 知道這種地方容易怎麼樣 食物容易膨脹 而且這種地方誰多 那咖啡因呢 它都製造最早的事 是為了對付 蝸牛跟蝸牛 所以我們使用咖啡渣 來防蝸牛跟蝸牛 可以 但是要小心一點事情 如果一直下雨 那這些咖啡渣就流失掉了 那咖啡因對於 微生物會有影響 還是會有影響 會減少我們那個 土壤中好的菌類 所以不要單獨 少量使用 不用單獨咖啡 就是說你咖啡渣可以用 但就不要用太多 通常咖啡渣使用 你們要防蝸牛 是灑在鹽的四周就好了 讓它不要進來就好了 那豆渣呢 因為常會咖啡 豆渣它是拿來做堆肥 對 豆渣拿來做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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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你在種植之前 翻到土裡去做堆肥 可以跟土做坊 不要等它乾肥 不用 對 但是在種植前兩週以上 要一個月的時間 通常是一個月 因為一個月以上 你要整個跟土壤融合在一起 那要兩週的時間 那之後你再來種植會比較恰當 不能說你今天興趣 這個才剛拌完 然後你就要拿去種 這個其實它還在發酵 那發酵下去 你這個植物種子 或是種苗種下去 它就會怎麼樣 你覺得貼削 因為發酵的時候 溫度會變高啊 沒有很多刺激的東西啊 很多雜菌在裡面啊 就是你種植物在裡面 就不要貼削 貼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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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長不好了 對 這樣怎麼明白 好 現在我們就開始要做我們的 好 開始要做我們的蛋糕 來 回到我們原本之前講的 什麼時候要戴口罩 好 在現在 對 這個時候就要戴口罩 如果沒有口罩要怎麼樣 密集 對 要提出呼吸 非常好 好 來 首先 我們把麻袋撐開 麻袋的話 那我們通常選擇這種 是PVC的米袋 如果說你有麻布袋的話 那當然更好 那PVC的米袋 通常也大概用兩次到三次 這個堆肥就差不多不行了 因為撐久了之後它會脆化掉 好 謝謝 可以 我們把它下面底部呢 大約撐的深度大概是3到5公分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我們通常也如果說有甘草的話 我們先撐一點甘草 甘草的話 這邊有 這邊有 為什麼要甘草 發酵 甘草不是發酵 不是 不是 那個 給什麼 對對對 給褲草甘草 因為它微生物比較多 因為褲草甘草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室內課的時候有講到 這邊 微生物簡單已經帶過下來 那 這褲草呢 我們不用給太多 少量就可以了 那 記得喔 我們在 那個 鋪的時候 讓我們鋪到太滿 邊邊稍微留一點點 這樣方便我們到時候 把它整個 鋪蓋起來 比較不會有稠微散意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給什麼 好來 我們給這個好了 誒 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紫高麗 誒 這邊 紫高麗齁 裡面也是甲質很量高的 它是我們那個 十字花科裡面 那個 甲質很量比較高的 所以今天來講 大概都甲的含量都很高 葉菜的甲含量都很高 那我們這邊做的時候 那原則上 就是鋪上一層 每一層的厚度都是 差不多三大五公分左右 這樣鋪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好來 接下來我們打火 你們現在做披薩 不要 我是不是戴手套 沒關係啦 老樹洗手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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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完了之後呢 如果說今天你給的東西 裡面比較沒有糖分 微生物它不好分解跟發酵 所以我們就要灑點糖水 好 但如果說我們今天給的東西 像比如說有些水果啦 它本身的糖分比較高了 那你就不用給太多的那個什麼 糖水 它本身就可以發酵 那今天我們的這部分的話 我們還是給一點點的糖水好了 但是在這邊之前 我先把這邊再做一下 這邊做什麼 來你看 這個同學帶來對不對 像有時候我們除的一些雜草 等等 它只要筋不要太粗太老的 比較軟嫩的 能夠在三個月以內 分解掉的 原來都可以加進來 那只是說這個這麼長這麼粗 我們要怎麼樣 用剪的 來 另一個小方法 我們使用什麼 用轉的 轉的你看 你只要虎口握緊有沒有 記得喔 兩個邊握緊 你轉 轉的斷的 它怎麼樣 就容易跟結 那這個轉不斷的呢 這個就比較難跟結了 對 這個就比較困難 對 這根是那個什麼 對 像是那樣子 對 這根比較粗 這根葉片可以拆起來 葉片可以 對 對 好 謝謝 但是喔 有時候香草 因為這把林的香草豬比較多 香草豬通常我們是少量食的 因為香草豬裡面含一些精油成分 那它在分解的初期 容易造成為生物的抑制的情況 可是只要它這邊差不多一段時間 通常不用到一個禮拜 它們就差不多不見了 因為你會被土壤紅紅 會吸收掉 然後那時候會開始秩序的那個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只要量不要過多 原上也都OK的很好吃 那我通常喜歡用轉的 為什麼用轉的 因為轉的第一個 你可以掌握它是不是夠嫩 第二個 它的傷口會比較是破裂的 那它的分解需要速度比較快 好 那接下來這邊 那個黑糖水 來 黑糖 好嘞 沒有黑糖水 我們就用黑糖 因為它很難用力是幹嘛 我們講的 一共為生物生長出期的糖分 因為你有這個糖分在的時候 哪些菌會比較容易 其他糖的菌 還有不少感菌會比較快生長 所以我們這邊給這些菌種來講的話呢 初期生長需要的養分 所以你加一點黑糖 黑糖裡面還有一些比較那個 那個 那個 容易分解的糖 那如果說你今天沒有黑糖 有一點糖都可以 你可以 流氛蜜水 過激化 水一起 你使用一些方糖等等 你都可以 不一定要用這個 或者說你家裡面 去市場上面 你家那種 那個甘蔗渣有沒有 用甘蔗那個東西泡點水 然後又甘蔗渣直接沾進去 可以 這些都是很好的 有 不是鳳梨皮也可以 甘蔗渣可以摘 可以 甘蔗渣做得很好 甘蔗渣它對土壤的改良都很好 有時候甚至那個 要早分錢 蛤 因為甘蔗300分錢 因為我也很粗 對啊 要一點時間 對它要需要一點時間 而且它濕度要稍微的 多一點點 好來 那現在我們就是把它 我們的皮膚再加進來 加進來的時候呢 記得我們先從邊邊先加進來 OK OK 這個 這個 非常好 來 那這邊我們再來加一層 我們這邊第二層再來加嗎 好來 可以 我們每一組呢 圓得上也每一包 你看這樣做一層 是不是還很矮 很便 就是我們可以做第二層 第二層過來的同學 這個虎尾藻有沒有 嗯 那布袋蓮也可以拿來加 嗯 虎尾藻基本上它非常的怎麼樣 嫩 很好轉 轉 有沒有 轉一轉 把它這個灑一灑 好 好 那這邊後來我們再走 剛來的這個是什麼 紅蘿蔔皮 紅蘿蔔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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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用完吧 好 來 還有布袋蓮 喔 來 還有布袋蓮 喔 來 可以再多一點嗎 可以再多一點啊 這樣布袋蓮 我會建議你把它出來的捏碎 最好 芬姐 你沒有捏碎的話它整個在裡面 它搞不好會變起 你知道嗎 欸 是啊 那有些時候有些植物 它們的耐性不齊的 所以是要把它破壞一下 它的芬姐也會比較快一些 OK 那下面比較多的時候 你把它揉一揉就好了 好 然後 來 接著 我們給一點咖啡渣 咖啡渣給多少 通常而言 這樣子的咖啡渣 我們大概 裹薄薄的一層太多 如果橘子好像在撒糖霜那種 撒一層巧克力粉 所以你上面薄薄的撒破一層 下面稍微遮蔽住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到太多 很香齁 所以撒咖啡蛋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避免堆肥的味道變臭 因為我們這次的堆肥來講 裡面的蛋白質含量低 蛋白質含解成蛋 那這邊來講主要是一些甲跟菱類的 它發酵部分中會產生比較多的粉酸味 或者說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氣味 這個部分來講他們使用 咖啡渣也有吸除這些臭味的吸汁的效果 好 那這邊 剛才有多點了對不對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好 這些其實這樣會很不錯啊 嗯 好 那這一些都把它轉出來好了 好 甘草還在一起 好 就好 你怎麼沒加甘草 如果加甘草的話 可以重量定我們加賣 所以不是一首歌嗎 甘草不是什麼神仙有沒有 大龍根上藥心點 那甘草對我們來講的話 那也是跟那個甘草一樣的重要 所以甘草裡面還有很多的好菌 那裡面重要的是不草感菌 不草感菌它有三個功能 一個可以分解含分 其二可以分解蛋白質 第三可以分解脂質 所以甘草 我們不論是在做我們 揹她 吸引點或吸引點或吸引點 或吸引點或吸引點 這樣了解 所以我記得好像有一些 日本他們在做扒納豆防發酵 所以他們每天會放進一把稻草 有沒有 你們聽過這種作法 有 有些醃漬的東西,就是利用稻草裡面的褲草感去 來幫助它的一些養殼的轉換,跟發展進行 好,來,這邊,我們這邊也實際上都在做了差不多幾公分了 這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筆再把它鋪上 好,來 好,可以,差不多 記得最上面跟最下面的褲圖,都要褲到完全看不見 中間那隔開的圖,你只要稍微看不見就好了 那你要上面下面,為什麼要調後一點點 因為都要三到五公分,就是為了避免味道串出來 那你這邊呢,旁邊都已經塞滿了,然後都沒有看到了 這樣子的原則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動作是要收尾了 我們收尾,先把它拉上來 然後接下來把這邊拉緊 拉緊完 再怎麼樣 再把它扭轉 再把它扭轉 沒錯,同學都有經驗的 好,為什麼要扭轉 來,咀嚼空氣,還有沒有 讓它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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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第二個,可以讓它更緊實 因為 在它分解的過程中 會不會脫水 也會不會縮小 會 所以現在如果不緊實 然後到時候就會爛爛 反而它那個狀況會變得比較差 這邊呢 縮完之後呢 通常而言 我的老師是教我 只要怎麼樣 把它扭起來 不會讓它再 為什麼這樣就好了 因為要倒壓 對,要倒壓 到時候要把它倒扣 倒扣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要把它倒扣在 高的地方 不能夠扣在地上 為什麼 潮濕 是 因為如果說它潮濕 它就不會發霉 甚至呢 它會有些其他的狀況出現 那都可以被太陽塞到嗎 不急 所以我們在做堆別的時候呢 有三個很重要的東西要做 那個 溫度 溼度 溼度 溫度 最好是在20度C上下 太冷了好不好 有時候不活動 太熱呢 水分就蒸散掉了 所以太冷太熱都不適合 溼度的話呢 像剛才我們的手的溼度 差不多是在40度 大概在50度上下 那因為今天我們的料理來講 都有溼度在 所以我們就維持在50到60度左右 所以這個溼度不太恰當 如果今天太陽很大 在調到夏季的時候 做的時候 你這個溼度就調高一點 你調到保護溼度 嗯 那個避免我們的水分 一直不斷地被減散 這麼明白 嗯 好 那最後潭濕鼻子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選擇 姿材裡面的 碳質要高 碳質要小一些 嗯 那麻辣特別呢 因為它本身的氣會透掉 所以 呃 我的老師 他以前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第一 那個那個 那個燈蛋餅 用5比1 來做為一個基準 但在農場中的燈蛋餅 大家通常都是用25比1 這是因為 在比較那個燃氧性之下 它的那個 分解的淡食 比較不會流失掉 嗯 所以在這個土壤的比例 你可以講 25比例是比較適合的一個能量 可是因為在我們的麻辣堆裡面 它的氮質就是三一 所以三一的結果 它到時候 你的碳跟氮的比例 比如說 用25個碳去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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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這個氮質很大 那一種我們在這個 馬來對嘴的話 我們用的機器來做 一下吧 好 今天來講大家的機器來試試看 好 有沒有起來問題 那最後呢 我們做好之後 我們再用風機磚 放在旁邊那邊 我們再把它 那個存放 那存放最後呢 我們上面還是要再蓋一層 我們的那個 嗯 對 蓋一層我們的這個 麻布袋 讓它能夠 有那個 揪土 而且能夠透氣 這樣為原則 我們讓他們了解 嗯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大家我們山主分開來 散起來操作 我們來對嘴 嗯 呃 大家可以分開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